这个是香蕉花 可是也是有人叫它香蕉心 香蕉的心这样 一棵树只有一个 其实在传统中都是 只是剥了外面几层皮 可是我们就觉得 其实它最里面的那个才是金花 这道菜呢 恐怕很难在别的餐厅见到 那是香蕉心搭配 Kridash豆脆片 Kridash豆呢 中文名叫做臭棋子豆 为什么有个臭字呢 因为它有类似不带的气味 然后这个其实长大后 就会变成香蕉 如果我们放入更多质量 在材料已经很容易变成 如果我们放入更多质量 在材料已经很容易变成 那你没有必须核材 你没有必须核材 因为它很容易变成 所以我们只是需要这一个部分 这个香蕉花 我们会把它真空 包装和油 酸钢汁和盐 这样就可以保湿它的清甜 然后我们就会拿去真空包装 我们就只要把鲜花 现在我们只要把鲜花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们 先把鲜花 然后把鲜花 然后我们先把鲜花 整理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 Cast 然后把鲜花 再加一切 所以我们有点 很棒的茄子 你可以看到它很棒的茄子 所以我们有芭菜 然后我们有豆瓣酱 在古代路上 我们的豆瓣酱 其实是跟一个本地制作商拿 它是在家制造 所以它的味道就比较清甜 没有那个化验的味道 然后我们加入一些 豆瓣酱 新的豆瓣酱 这些是豆瓣酱 家製的豆瓣酱 然后我们有豆瓣酱 就像豆瓣酱 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的调味 还有我们制作的烟熏萝卜干 我们会把它削成了粉末 最后我们就会加上那个 腌制玫瑰花 这个豆瓣酱 就是鸡酱 你吃它在两碗 就像小鸡酱 似乎像小鸡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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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像小鸡酱